在江西龙湖山的崖洞之中,有着距经2600多年的古跃人的墓葬群。 在考古研究中,对八号墓的考察是通过搭建了30多米高的铁架才得以敬重。 但可以想象的是,2600多年前,古跃人是肯定没有搭建铁架所用的钢筋罗墓的。 而且,距离水面最高的13号墓,高度达到了51米。 即使是搭铁架,都是一项复杂的工程。 这个当时是怎么进去的,因为现在都还解释不是很清楚。 按照我们这个推测,当时也没有什么搭架子进去。 因为它整个山室,我们看到的埋悬棺,放悬棺的这一面是比较陡峭的。 悬棺多放在灵水的崖洞中,而且崖壁并不平整,架子难以紧靠山体。 这也使得搭建51米高的铁架变得不太可能。 可如果不能搭铁架,跃人又如何抬棺入洞呢? 这时,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猜想。 会不会当时龙虎山的水位比现在的水位高出了十多米不等的距离? 跃人利用水位差将棺木送了出去呢? 你要把那个水弄到五十米高出去,那不整个银沙也没有了,也不存在了。 不可能就是,而且地质变成学,我们也研究了一下,请教了一下地质专家。 在那个春秋战国上这么一个作为地理学来讲,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世界。 不可能态势那么高,徐旭发了地震,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 随后,各种惊动的假想都被一一否定了。 这些我们现在看起来都需要耗费大量物力和人力才能进去的崖洞。 古跃人究竟是通过什么方法在如此多的洞内安放好棺木,并且做好了严密的防护措施的呢? 这个古人掉棺的办法一定是有简单的机械装置。 虽然,古人没有我们现代先进的施工设备,但这种简单的机械装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? 把五百多座棺果安放好的人,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?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,比以往考古队原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棘手。 我们为什么请他来考来,因为他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就有这么个功夫了。 不是我们这些人想去就赶去,赶去也不行,没有这个能力也去不了。 年轻人只用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,就从山顶进去了落差达到八十多米的洞中。 他们借助的所有工具就只有一根绳索。 李希望和其他四个兄弟都是龙虎山附近的药弄。 世代采药为生,在普通人看来,需要费尽周折才能爬上的山,在他们看来却是一如反掌。 考古队在了解了情况之后,也请李家兄弟分别进去了几座玄关。 李家兄弟很容易进去了山洞,可很快人们发现,这人虽然能够进去,但这棺木又将怎么运进洞呢? 我们在试验室里面做了十几种试验,各种方法钓。 认为在鲜水岩,龙虎山鲜水岩这个地方,用这一种钓法比较妥当。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古域人的调关过程,在机械动力学家的提醒下,考古队想到了一种办法。 古代的这种法轮是什么用的,它不一定要打一个点,它是用棍子,它也可以利用当时的一些比较牢靠的树木作为一个字典。 用一个轴的棍子,那么两头把它绑起来,绑到树的桩,在下谷,然后把花轮旋到空中去,从下边来,从上到下来弄个绳子来,然后把它转上去。 这个在我们古代采矿井里面,在商代的时候,我们就能够采个五六十米深,这个技术好像在我们古代已经是掌握了。 在江西一处商朝彩铜遗址内,刘石忠就曾经发现过,用于采矿用的古鲁,通过滑轮的滚动,拉动绳子,将另一头的重物拉起。 那么龙虎山的玄关是否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做到呢? 为了验证假设的可行性,李家兄弟将做一个十分冒险的实验。 在水面上,一座棺木被一头绳子捆住,另一头绳子则通过固定在崖壁上的一个定滑轮,连接到了一架专门拉绳的脚车上。 按照预想,在放棺人进入崖墓后,脚车将把棺木拉起,而放棺人将通过捆在棺锅上的绳子,将棺锅拉入洞中。 有冰具在哪里来,我们实验了有十二种方法,就是集中只有这一种方法,适合这个地方。 在对这种方法进行仔细的分析后,实验开始了。 李希望很顺利地进入了洞中,在他进洞后跨脚,棺木也随即开始升起。 实验取得了成功,而在对龙虎山其他玄关的地形进行分析后,考古专家认为, 这种简单的调关方法,有80%的可能将棺木放入洞中。 但仍有20%是值得怀疑的。 实验用的拉动棺木的麻绳,都是由机器绞成的。 但谷越人当时是不可能有机器做出这么粗的麻绳。 虽然利用滑轮原理将棺木掉入洞中的做法,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证实, 但依然存在相当多的争议。 因为在龙虎山上,一些地势极为陡峭的山峰, 必须要借助现代化的攀东工具,才能够到达顶峰。 但在2600年前的谷越国, 它们又是借助什么样的手段爬上山顶, 并成功地进行玄关葬的呢? 这依然是个未解之谜。 既然无法真正解开玄关之谜, 万仙山大黄窑的目觉是如何打进崖壁之中, 也没有最终的答案。 既然无法舍得过是否对美国的表述。